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18年4月9号 今天我先来 给大家介绍一种 看见就像流口水的水果 羊维 我们先来尝一个 太舒服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 来看一下 今天抽中的粉丝朋友 有哪几个呢 好了 我们言归正顺了 看一下今天呢 有哪三位粉丝朋友被小六抽中的呢 另一位朋友 他的名字叫 颓背豆腐渣 他发过来的名论说 这三条小鱼够村长吃的 其实呢 村长 这三条小鱼都不够村长 塞牙缝呢 村长呢 是很 很能吃的 比小六还能吃 其实我们所说的村长呢 他不是真正意义的村长 其实他就是 负责我们几个小伙伴的 伙食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位朋友是谁呢 下一位朋友呢 他的名字叫 他的名字叫 圆野16161 他发过来的评论他说呢 小六别钓大鱼 你只钓小鱼 看来你家要养只猫了 我家养只猫估计比我还要胖 估计得撑死 小六因为经常钓小鱼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粉丝朋友 呃 这位朋友呢 他网名叫 谢宝庆黑云寨大当家 哇 这个名字够拔气啊 他发过来的评论说 小六 十历公军啊 都习惯了 我就爱看你钓不到鱼 别啊 小六钓不到鱼的话 回来村长都不开我的饭了 好了 恭喜这以上三位粉丝朋友 将获得小六送出的 百花蜜一份 呃 没有抽中的粉丝朋友们呢 也不要回线 呃 只要你们 多多互动评论 呃 肯定会有机会的 呃